买房很难,毕竟房价那么高 怎样买套房不吃亏 还能够确保房子的一个居住品质 一定要注意几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买房是一件大事 买套房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虽然说现在房价有所下跌 但是入手买房也不容易 不仅要控制购房成本 还要保证房子的品质 那么居住的收入度 跟未来升值保值的潜力都不容忽视 所以说多关注一些买房知识 少走点弯路,肯定不吃亏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买房的需求 需求要明确 无论房价高低 买房最重要的就是居住舒适度 以及这套房子的一个居住变运性 因此对于购房人群来说 要明确自己买房的一个需求 那么首先你比如说年轻人 因为工作娱乐的需求 可以选择市中心区的黄金地段 人员比较集中,交通便捷 那么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选择靠近学校的地段 方便孩子上学 而一些老年朋友 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选择 靠近医院以及一些公园 这些场所比较多的小区 方便就医 也有利于老年人的散步健身 第二点就是说 要看开发商的资质跟口碑 选房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一个大品牌的这种开发商 资金使用后建设的质量有保障 而且信誉度高 才能够保证顺利的收房 而且这些房企开发的楼盘周边设施相对健全 生活便利性更高 居住数字性也高 未来的生殖潜力也大 如果说是一些没有听说过的中小型的开发商 那么价格可能会低一些 但是后期我们购买7房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 有可能出现五正不全 烂尾楼 年薪交房 质量有问题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毛病 吃亏的还是购房者 第三个呢 房子的地段是否有发展的趋势 是首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选房的时候 尽量在市中心或者说比较繁华的地段 人流量大 消费水平高 经济发展迅速 出行方便 提升居住体验感 买房呢 肯定是不想让自己吃亏的 所以说呢 选地段好一些的房子 那么 或者说是这个地段 未来规划发展比较有价值的房子 能够提升房子的价值属性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说看房子的公摊面积 以及房子的差价 房子的建筑面积 包括公摊面积和实际面积 公摊面积的费用 是所有的户主一起承担的 比如说电梯 楼道等等 因此呢 公摊面积的占比 一定要合理 那么公摊面积大 套内面积就小 得房率低 购房呢就非常的不划算 多花不少冤枉钱 询问房子价格的时候呢 销售人员一般会说房子的均价 这个时候呢 购房者一定要问清楚 房子的差价是多少 差别在哪里 不同的楼栋 楼层 户型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也许会差很多 因此呢 不能单单只询问自己心仪的那套房子价格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一定要看一下建筑质量是否有问题 那么买房当中最难保证的就是建筑质量 建议购房者在买房的时候选择现房 这样可以实地考察 看一下内外墙体是否平整光滑 那么内部的墙体是否有这种裂缝 插座各种安装位置是否合理 卫生间下水道是否通畅 那么电线的负荷量如何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心相关的 必须要选择好的 而且呢 在拿钥匙的时候 购房者必须认真审阅 住房质量保证书 质检合格证书 住宅使用说明书等等相关的文件 一般情况下 口碑好的开发商 建筑质量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呢 仔细确认我们的合同条款 很多人呢 跟开发商产生纠纷 就是没有仔细阅读这个购房合同 为了防止开发商在合同上 设置一些陷阱 欺骗购房者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一定要将所有的条款提出并解答 有具体期限的要在合同当中体现 比如说交房的时间等等 一些承诺的 口头承诺的事项 一定要落实在合同当中 否则呢 后期开发商不认账 不对线 我们的一个权益也得不到保护 后果也只能是自己承担 以上呢 就是我们买房需要关注的极客店 希望能够给一些购房的朋友一定的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